早神龙的初,又到了周末,即代表 Factorio 出了新的 PFFF 今次第四第十六篇,主题是Resource Search and Assembler GUI Improvement 翻譯到中文,即代表资源搜寻和装机介面改善 随着 Factorio 2.0 逐步迫近,在公司内部,他们也开始用多些时间 去完善现有的系统,又或者解决一些他们在测试中找到的问题 首先第一部分就是资源搜寻,基本上也是同一个故事 其中有一些功能他们一直都想要,一直都未有,但优先度不够高 所以一直都没有制作到 但随着游戏增加越来越多不同种类的资源 他们觉得有一个方便的方法,可以找到地图上不同资源 散播在哪一个位置,变得越来越重要 而且再加上第四把 PFFF 所提及到的搜寻功能 所以他们觉得现在是时候制作搜寻资源的功能 在制作这个功能的时候,他们都花了一些时间 才让游戏效能不会因为这个功能而下降 本身的游戏不会记录着每一个生成了出来的资源点 因为实在太多了 所以在你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 系统才会在已经生成了的区块里找你想要的资源 这个搜寻功能就会在一个独立的核心里进行搜寻 然后当系统记录完所有你搜寻的资源点在哪里之后 系统才会一次性显示那个结果给你看 这样就可以避免了你搜寻的时候 因为它要一路逐个逐个显示 而导致整个游戏很质的问题 在画面中的这幅图里面 你也可以看到搜寻结果也会直接显示到底 那个资源点是有多少那种资源的 另外它们也容许我们可以置顶某一种资源 你也可以选择留意着那个资源点的实况 这个功能也有另一个好处 就是有时候有一些地形和一些资源的颜色太过相似 令到你难以用肉眼去分辨 有了这个功能之后你就可以透过搜寻 直接找到你想要的资源 在这里就有一个示范 现在这里就是Fulcanus 如果要在这里里面找煤的话 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然后当我们拉过来这里 就是用了刚刚所说的功能去搜寻煤 你可以看到它们非常清楚 告诉你到底哪个位置是有煤的 下一部分就是合成配方消耗率的资讯 一直以来都有人认为在游戏里面 建筑物的资讯栏里面就应该显示现在所制作的配方 它的原材料的消耗率 以及配方合成出来的成品的生产率 另一边商就好像作者为例 他会希望这些数值是自己研究出来的 然后根据他自己的研究 再决定到底工厂应该是怎样起 在原本的Factorial里面 这个并不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绝大部分的时候生产速度 都是一个整数来的 但在Space Age里面就有另一个说法 因为越来越多不同的部分 可以影响到一个配方的生产速度 当中就包括建筑物的品质 可以影响制作速度 然后在建筑物里面的模组 也都可以影响到生产速度和生产量 然后也有一些特别的建筑物 它们天生就已经有增加了的产能在里面 而且有一些科技也会提高产能 之后就到了广播塔 广播塔里面的模组 也都可以有不同的品质 而且广播塔本身的品质 又可以影响到它里面组件的效能 由于Space Age里面有这么多种不同的变数 它们就认为 没有理由再要求玩家 自己可以为每一个建筑物 在每一个情况之下 准确地判断到它的生产速度和消耗速度 所以最后它们就决定了 当你指着它在生产物品的建筑物 例如这个电池厂才算 在资讯栏的位置里面 就会显示它的资源在消耗多少 以这个为例就是每秒消耗28.1的铁片 和84.4的铜线圈 然后每秒生产56.3个电子电脑版 然后下一部分就是组装机配方的资讯 其实组装机的界面很久都没有被更改 但随着Space Age 推出越来越多新的机制 是时候翻新一下它里面的界面 在原本的界面里面 你只要组装成品栏 它就只会显示你现在合成的配方 这个就导致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Gleamer 里面那些有机密 所合成出来的物品 是会有一个新鲜度的 如果只是显示配方 就无法显示到这个物品的新鲜度 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用Aternic 按下去合成栏 它会开了这个成品的Factoriopedia 那一页给你 而不是你现在用哪一种配方的那一页给你 因为Space Age 里面 同一个成品都可以有几种不同的配方 而它没办法可以直接带你去那一页 就有点烦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 它们又作出了以下的改动 这个就是它们更新了之后 组装机里面的界面 看上去和之前非常接近的 你可以留意到 纯粹是多了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配方的名字和它的图示 虽然看上去好像一个非常小的根拐 但实际上就已经解决了刚才的问题了 现在你只要用那个Mouse 指上去 配方的位置 它就会显示原本的配方资讯给你 如果你按Aternic 就是按下去这个配方 它就会打开了Factoriopedia 这个配方的那一页给你 知道更加详细的资料 而至于指上去原本的合成栏里面 它现在就会显示 那个合成栏里面的物品的所有资讯 包括它的新鲜度 在这个改动之下 你就会在一个适合的位置 找到适当的资讯 以上就是第426篇FFF的内容 如果有兴趣一起吹嘴的话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Telegram 又或者Discord 如果喜欢这一类型的视频的话 就记得给个like我 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好了 就这样吧 拜拜 拜拜 拜拜